在我国广袤的东海上 钓鱼岛如同华美的珍珠 熠熠闪光 而在钓鱼岛的东部 如串珠般的琉球群岛 显得更加璀璨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日本正是在这个美丽的群岛上 发起了百年侵华战争的第一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895年甲午战半后 清朝政府彻底失去 对琉球群岛的宗主国地位 而在1943年开罗会议 起霸占后 中国有数次措施 接收琉球群岛的机会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 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东海 在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 由数个群岛组合而成 距中国大陆约700公里 历史上 琉球王国是独立的国家 有自己的语言文化 最早被中国随书《琉球传》所记载 此地海运交通便利 是临近国家的贸易枢纽 琉球统治者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 被明朝皇帝封为琉球王 琉球向中国朝贡 一直延续到清朝 一起民间意外事件 打破了琉球的瓶颈 谁也没有想到 琉球成为了日本试探性 清华的第一块踏板 不久 原本拥有独立主权的琉球 被日本吞并 那么日本是如何吞并琉球的 为什么说日本在这里 卖出了清华战争的第一步呢 说琉球生番事件 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初试探 正是在此尝到甜头后 贪婪成性的日本 开始了长达近百年的清华计划 直到1943年开罗会议 中国才有机会 接收被日本侵占的地狱 但是却错失了 接收琉球的机会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曲折呢 所以婉拒琉球呢 我想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呢 是因为蒋介石 对于这个琉球的历史不甚了解 那么自这个1879年之后呢 当时的清政府 与这个日本政府 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求案交涉 这个交涉期间 日本方面曾经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琉球两分方案 就要把琉球群岛的南部的公骨和八重山群岛划归中国 但是后来由于这个清政府的反对和这个琉球所谓脱青人的反对呢 最后这个草约没有签成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蒋介石他认为如果在这个1943年或1945年 中国宣布拥有琉球主权的话 可能会在亚洲的其他国家 包括像朝鲜越南等一些中国的前朝 中国的一些前朝共国 引发这个中国威胁论 所以说呢 蒋介石才提出一个要与美国所谓共同管理琉球 开罗会议结束后 开罗宣言上只写道 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 例如满洲 台湾 澎湖 列岛等 完全不涉及琉球群岛问题 1945年3月26日 美国发起冲绳战役 占领琉球群岛的管理权 至此琉球群岛被日本完全控制 开罗会议上 中国没有接收琉球群岛主权 但从未有一份国际认可的法律文件 能够证明 日本对琉球群岛拥有主权 所以琉球并不属于日本 但我一定会在这种作者中 在这种作者中 这是什么事 你可能会是在这种作者中 我会在这种作者中